哈喽大家好我是骑车很摸摸摸摸 今天的vlog和晚餐有点不一样 大家是否已经看出来了呢 对今天骑的是本田CB6502 这次我可没有白嫖 我拿小红去换了好机友的CB6502骑几天 是不是觉得我赚了 今天准备骑CB6502在成都转转 去几个适合骑摸摸车玩的地方 带大家感受一下成都的休闲生活 今天成都的天气很给力 是个大晴天 春光明媚 这样的天气不出来骑车 那就太浪费了 对了先剧透一下 今天的vlog除了骑的车和晚餐有点不同以外 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我还约了一位骑车的小姐姐 对你没听错是小姐姐 大家要不要把喜闻乐见打在公平上呢 我们现在就去约好的见面地点 走 四缸的声音听起来就是舒服啊 骑四缸发动机的摸摸车 除了能享受到风和自由的感觉啊 耳朵也能享受到 发动机给你带来的悦耳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会让你心情舒畅 好了 到了和小姐姐约在地点了 好了 这里就是和小姐姐见面的地方 然后为了给大家拍好小姐姐 我今天还请了摄影师 当然这位摄影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同时也是好基友 先谢谢你啊 经常看我vlog的朋友都知道 我一般都是自拍嘛 自己对着镜头拍 心里是不太紧张的 今天有摄影师在前面 然后就觉得特别紧张 特别是一会儿小姐姐来了之后 我觉得 多半情况下会是尬聊 一会儿说的不好的地方 大家要多多包含 可以先点赞投币 然后给我鼓励一下 这台CB6502的车主 还装了个这样的编包 这个编包太适合我了 我出来的话 什么相机啊 稳定器啊都要带的 你看听到吧 可以装很多东西的 咦好像有摩托车的声音啊 我看是不是小姐姐来了 哦 对对对 好像骑的是CM500 嗨 泡泡 哈喽 毛哥哥 好久不见 是呀 我身边这位呢 是泡泡小姐姐 然后大家欢迎 大家好 我是泡泡 然后现在是萌新一美 请大家多多指教 骑车不算太长时间 是的 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没有来过 这个位置 以前是一个废弃的乐器场 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才打造成为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文创园 但是它这个和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 它是以音乐产业还有创新文化这样的一个主题吧 这里面是有很多小剧场 本来说是现在你先转一转 但是天感觉快要黑了 还不是因为你摸 对对是有一点是有一点 你过来我是想让你骑一下这个CB6502的 啊 四缸车我怕是骑不了 其实这台车还好 它坐高多少呀 坐高从数据上看起来不低 有810毫米 那我双脚着不了地吧 还不一定 我觉得应该可以 为啥 猫妹的问一下你多高啊 160 160没问题 它这个坐垫是收的前面收的 很窄是吗 对对 所以落地性比较好 给你示范一下 好呀 好我只有170 我骑其他810的车哈 基本上都只能是纯脚尖落地 但是呢 骑这台车的话 基本上是全脚涨 前半掌都着地了 对对 就还是比较稳妥的 这两边收的很窄 落地性很好 再加上女孩子的腿一般都比较长 所以160肯定是没问题的 比如你骑你那台相互500 然后你都是脚踏 张脚 对脚踏实地可以踩在地上 可能你停车就直接这样停的车 是吧 如果你是觉得你骑的那台车稍微高一点 这样停车两只脚落地哈 你两边都没有支撑力 很容易倒 是的 就很怕 我的一个习惯哈 停车的时候你一般就是 右脚放在脚踏上面 慢慢踩着后刹 然后速度慢下来 停下来之后 左脚这样 这样的话其实挺稳的 你不要把中心往右边拼来 但是这个你会很自然的 如果你出了左脚 它自己就往 对 往这边拼了 右边拼了 就比较稳 尽量就用后刹 因为用后刹的话 整个在停下来的时候 比较的平稳 或者你不太熟练的时候 很多朋友可能停车的时候 捏前刹嘛 捏前刹可能他把握不好 那个尺度 对 一捏就捏死了 一下停下来 前前刹正一压缩 然后他再一回弹 然后一下重心就不稳 失去控制 对 然后就很容易倒 原地倒车就这样走 我就是这样子倒 还有就是你转小弯的时候 也是这样 比较小弯慢慢地转转转 感觉转不过去了 你一慌张 一捏前刹 突就倒过去了 是 还有就是你 虽然没有捏前刹 如果你脚就是垫得比较高的话 有的时候会把离合就捏完嘛 离合切断之后就没动力了 就是这种排量大台车 一下就倒 因为你现在骑车不久 你骑这台车 我觉得就注意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你现在是会骑车的 比如说不熟悉这种 稍微运动一点的街车 或者是这个坐高的 转发的时候离合器保持一点半 离合有点动力 然后不要捏前刹 你要如果要减速 你就轻轻地踩后刹 那我试一下 可以啊 我说一下 你可以先把火熄掉 因为它这个车 其实它滴流是比较好的 你刚开始骑 可能油门尺度 可能有可能着不好 特别起步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不用带油 就是在带速情况下 你就 就只松离合 对 你就慢慢地松离合 车就在动了 然后动起来之后 你就很好操控了 好的 那个车动力是很线性的 它的操控上 没什么难度的 我试试 你怕啥 我不怕 对不怕的气 没关系 你看就很顺吧 是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可以可以 居然那个小弯都转过了 泡泡出去转个小弯 都很好 就转进来了 很帅很帅 很轻松啊 有点出乎意料 我都跟着你 因为我怕你在外面 那个吊小弯 因为容易 倒对吧 容易倒车 发现你挺顺的 是不是觉得它的离合是 很好操控 就它的结合点很自然 会给你这样非常简单的那种操控感 它多重啊 它整背质量是203公斤 我骑起来我觉得还挺轻的 对 应该这台车你骑上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也觉得没问题 再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两只脚跺地是完全OK的 然后如果你停车熟悉之后 你就 你把那只脚 对 然后这边就能全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台车还是挺适合你的 也很帅 很帅 是吧 然后这台车的外观也喜不喜欢 喜欢啊 运动复古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 而且它声音很好听 四杆摩托车的声音都是非常好听的 特别是本田的 它那个就是原厂排气 四杆的声音是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然后我带你去转一下吧 好呀 这里面还是值得转一转的 还挺适合来拍照啊 拍摩托车啊 我觉得这里风格很适合拍 特别是这种有点带复古风格的 在这里面是特别适合的 这里面像我跟你说啊 它以前是一个废弃的工厂 现在改成了这种文创区 然后你看这些都是厂房 但是呢 它又加了一些 比如说现代的元素在这里面 比如说上面的话就加了 有玻璃啊 这里是一个工作室吧 感觉是弄汽车的 我感觉很有意思 对 你看这里 这是一台什么车啊 我看一下 这才是本田的车 国内很多车友喜欢叫它小板凳 本田的 好可爱啊 对它的这个设计 它是可以折叠的 它这个车把 还有这个坐垫 都可以把它收起来 这个小车车设计的应该目的是 把它可以放在汽车后面箱 也可以带出去玩的那种一个迷离型的小摩托 这是什么时候的车啊 很早了 现在是属于是收产品的 好乖哦 这是挺可爱的 这里面的话有很多这样的各种 有意思的店 我们可以从这里转一下 你看这里是他们一个无人机的俱乐部 是穿越机 穿越机 穿越机拍摩托车 很好玩 对对对 这里有他们的介绍 你看最开始就是成都乐器场 可能又飞去了很多年嘛 然后现在改成这样的一个 我这个成都人一点都不地道 我都不知道这样子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是前几周 大江不是那个新的无人机吗 就穿越机 在这里有个试飞活动 才来到这里 我觉得这里太适合摩托车过来玩了 特别是骑摩托车过来玩 我觉得这里最好的一点就是摩托车可以骑 对你刚才说到重点了 我也想说这个问题 因为它这里比较开放 就说摩托车可以骑到园区里面来 骑摩托车出来玩的话 大家其实都是喜欢把摩托车能够骑到 在那里拍照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店不错 我可能就把摩托车能够摆在前面拍张照 那种感觉是最好的 这个还是意外的收获 上次来的话 发现了这么个宝藏地方 因为成都其实有很多这条地方 以前知道的就是东郊记忆嘛 对 但是那边摩托车不能骑 对东郊记忆 什么中车共享城等等吧 但是摩托车不能进去 好吧 和外面进去的话 它有很大的像音乐厅一样的 就是音乐剧啊 或者是小型的演出啊 都可以在里面 我喜欢看话剧 是吧 嗯 那你以后可以经常关注这里面 关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 对 那边有个特有意思的地方 我带你过去啊 什么呀 就好像是远程学习乐器 远程学习乐器 它就是像一个直播的房间一样 可以进去吗 不知道吧 你看这里 在线现场学习平台 感情声乐乐队录音棚 好有意思啊 但是它是关着的 扫码开吗 对对对 这个我也不会啊 但是好像你在学跳舞是吧 嗯 在学还是个菜鸟 那里面还有钢琴 很新颖 对 你看这边的垫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是干嘛的 我看一下 这种椅子 感觉是飞机上面的座椅类似的 后面还有一台 看起来很古老的摩托车 有意思 大概就是这样了 前面就是停车场 然后整个区域可能就是这么大 摩摩老师仿佛是这个创意园区的导游 下一次你好带你的小伙伴们也来啊 可以可以 下次你们要来拍车的话 嗯 特别好拍 各种角度都很好看 是啊 更主要的是你能拍动态啊 嗯 你能在这里骑一下 你能在这个小巷子里面穿 如果大家来拍摄的话 如果骑摩托车来 一定要慢些啊 注意安全 对对 然后尽量的就是不要领大油门啊 稍微安静 对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室公司 在上班啊什么的 对的对的 悄悄的来悄悄的走 对这是最好的 好了我们去下个点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填不满 斑排观众的电影 直到三场时都燃亮起灯 字幕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 我目送他们心色匆匆 像个字 不凉厉的服毒手 玩不成 轻棒提拼的寻觅 命不是裁剑到时都不得决定 那么任性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可如梦初情般的两手拱抢 心也空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是否看过同样附近 像摇轮时差留在座位时空 终于时空 时空 好像今天晚上没有开门 平时就是开在这里的 可能我们来晚了 它没有开 平时它是开在这里的一个咖啡汤 你对CM不白有兴趣吗 我们的女的有 两个女的要买这个水 女娃娃骑还是好看 女娃娃马上过来 我才在那儿给她选手 走了选拷着 拷着就买 这个车很适合新手 我们的区别有可能这么多区别 只有690 690啊 我肯定坐车好 猛大小姐要买这个车 这个车是朋友的车 它应该没跑多远 平时就要四驱骑骑周边骑一下 我们在这家咖啡店吧 因为刚才那一家 关门了 对 很可惜 这里的话也有很多摩托会来 你看外面还停了很多摩托车 对 刚才路边看到了 你要喝啥 我要拿铁 好吧 我也拿铁吧 这个还是冰的 我要冰的 我要热的 这个有点不一样是吧 年轻人 需要焦糖吗 这边有 我不用 我要焦糖的吧 你骑香500 在市区走走停停的感觉累吗 还好不累 就是去那么堵车 慢速骑的时候也很好 坐这边吧 因为我们今天 对 这个怪我 因为我约你的时候时间太晚 如果我们早一点 这边还是白天的时候 可能更好看一些 诶 诶 刚才过去那个边三轮 就是那个咖啡店的老板 我和他聊一下 老板 你今天没开门了 老板 你今天没开门了 你是要走了吗 我刚才还去兜峰 要去兜峰了 这个城市都得不得便宜 都 你去点了 你去买多台的话 你去买多台的话 应该可以 刚才我说带你过来 是想带你去这位 因为摩友开了咖啡店 对 它就是一个边上的摩托车 在街边 一个咖啡摊 但是这个是他们 这个街区 现在搞的一个文创的项目 而且整个街区 它都是这种风格 一个氛围 下次的话可以白天再来一次 对对对 白天可能来的感觉还不一样 对 这里你看平时摩友也挺多的 对 刚才我们停车的时候 还有很多摩友问CB650 大家都觉得成都是这种很包容的城市 其实也体现在这些方面 不排斥很多东西 接受度也挺 对 可以遇到一起骑摩托车的人 对 你看现在我们来那几位 就是我也不认识 就是能聊到一起 都是骑摩托车的 都是骑摩托车的 然后就有共同化情 对对对 然后就 对机车的热爱啊什么 这种感觉就挺好的 决例子 你可能叫你开车来这里 你可能不会来 没有那么有乐趣 没有骑着摩托车 穿小巷子的感觉 骑着摩托车来的话 你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走吧我们去外面坐一下 我们把头盔拿上 行 把车骑过去吧 好 爸爸你骑摩托车 骑了多长时间了 大概半年的样子 在CM500骑的怎么样 我觉得CM500很适合新手 因为作为新手来说 就怕高的车 然后CM500坐起来 我双脚都能着急 就很有安全感 骑在路上 对 就不怕倒车 撑住 然后外观呢 外观你觉得怎么样 很适合我在 它还没上市之前 我朋友推荐我买它 说跟我很搭 骑起来的感觉 还比较轻盈 因为这个车 我也骑过 一个是比较适合新手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外观还是挺这种 复古 复古分的 改装潜力也比较大 日常代步的情况下 你也愿意去骑它 我就完全不担心自己一个人 骑在路上车倒了呀什么的 因为这个车在国外已经上市挺长时间了嘛 然后针对这台车的改建也非常多 你可以把车好好的 改一下 改得更是我喜欢的样子 对更个性一些吧 你不是还试了一下CB6502吗 对啊 你觉得能骑吗 可以骑 脚尖折的一件事还是可以骑 试一下 熟悉熟悉 然后也是比较适合城市骑行的 居然是不是太熟练 包括你在很萌新的新手 你稍微注意一下 练一下应该还是 还是能很顺畅的骑行 对很顺畅的骑行 动力很可控 然后非常的线性 而且它还配置了牵引力控制 监测的后轮有动力过剩 有打滑的现象 它会限制的动力输出 然后它会保持一个抓地力 那骑起来就很有安全感 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 在你操作不熟悉的情况下 因为小心给了一下大油 然后屁股一甩 对就很怕那样子 都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像玉林这一代的话 你经常来吗 经常来啊 这边很多好吃的 然后还有小酒馆 我爱吃 然后还挺爱喝酒的 所以经常来这 但是喝酒不骑车 骑车不喝酒啊 那是那是 所以还没有骑过车来这个旅 这一次就很新体验 就在附近那个叫小酒馆的 对去过那 可能去过 那首歌应该是 红遍到大江南北吧 是的 其实它又讲到整个玉林这一代 这一代的话是成都 比较有这种市井 生活气息的一个区域 嗯 就很有生活气息 先前你进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见有个小店 淡红糕 排了好长的队 对对对对 好像天黑之后都很了 我想吃 可以啊 我们拍完就去吃啊 好呀好呀 哎 刚才不是有人排队吗 怎么没人排队了呀 那边来师父打红糕来 来 买买买买 买买买 都怪你啊 摸摸哥是真的摸摸到没有淡红糕吃 那你再带我去吃个好吃的 走吧 我们去吃好吃的 把车骑上吧 因为那边可能有点远了 好呀 吃串串吧 玉林串串 那可以 我喜欢吃辣的 好 好了到了就这里 就在家吧 钥匙拔了吗 拔了 好 坐哪边呢 我们要拿两个盘子还行吧 好呀 它这里应该牛肉 还有小菌干是比较特色的 我想我要吃牛肉 它的牛肉有很多种 都来一点 好的 菌干 香菜牛肉 董菜还想吃点啥 我好了 你就好了 嗯 吃完了再拿 来 等它油化完就已经 对 对 我想喝杯就要 好啊 你想喝啥 完了急吗 可以 所以好 喝个冻奶吧 我要冰的 冰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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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冰的嘛 你不是感冒了吗 你还吃冷的 吃辣的得配冰的呀 好吧 来我们再下菜了 一大把 哇 好了我们饭饭也吃了差不多了 然后今天也谢谢泡泡咯 我吃完这个 好了今天饭饭也吃了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的Vlog也接近尾声了 谢谢泡泡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骑车 好啊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 好谢谢大家 那我就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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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